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二號 那我今天這部影片就是來測試五代水轟薩瑪 那我們挑的關卡是二代火轟 二代火轟 轟絕支持莫拉爾 因為薩瑪是反中 反傷 反魔 然後SF和充能 對 主要是他的友情很強 免費的炮擊 免費的超炮擊雷射 對 廣泛玩雷射 如果他給到貫通喔 他就是免費的降臨版的那個安娜 所以這樣會太強 所以官方給反射其實是情有可言 好 那我們就來看傷害 這樣就收掉了 好 那昨天五代水轟其實 我看大家應該都打得蠻開心的喔 應該大家都打得很開心 因為我看有磁木的 因為磁木不算是一隻很難入手的角色 就是大部分 應該蠻多人至少有一隻 或是有其他市政 我就看到 哇 超多人用磁木開扁了 對 就覺得蠻好的 因為當初 五代 就這次五代水龍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以為做波拉米斯 因為 米西最近對我們傷害太深了 就五代 五代木轟馬 市政居然是店長 然後五代火轟 然後 欸 五代木轟居然市政是店長 還有會比獸 然後 五代火轟呢是 尼耀 尼耀跟很少 尼耀還有誰 尼耀跟轟轟轟轟 所以 大家那時候都嚇死了 結果不想 欸 結果 尼耀來 那個 反向操作 對 佛心啊 因為這次的水龍能力其實很強 我個人覺得這次很強 結果關卡難度也 說真的也是 挺佛心的 果然跟倒退一樣 難道 難道水龍逐漸變強 然後水龍都越來越佛心 因為我記得倒退那時候也很強 結果關卡 一下就被打壞了 好 那我這邊其實要 我這邊其實要 我這邊其實是要 去殺掉降短怪 但是我殺不掉 就麻煩了 上手 好 那我等下就嘗試去 上去撞遊戲 OK 強 呵 強 呵呵呵呵 強 強角 那 那 昨天我後來 今天早上我看到那個 有人用成吉思汗 瞄 瞄五代水龍 但是我的五代水龍換回了 這邊先跟成吉思汗 對不起 那天 低估你了 成吉思汗對不起 呵呵呵 那天太低估你了 OK 只是我換回 不然我蠻想測的 好 那這邊呢 就進王冠 對 進王冠 的話 這邊的話就 這樣 對 主要是來看友情威力啦 好 那我們這邊貼近牢 代表16方向雷射會比較多 判到 會比較 判得比較 我們來看3P的位置 動 呵呵呵呵 直接 直接打死 好 大家看SS 那他是有SS 回合充能 然後他自己的SS 是撞到的隊友 他的SS會減半 就指願的SS 受神話指願 可以仔細看我3P 剛剛其實 還那個 一階都還沒跳起來 他現在直接快二階 所以就是這個減半SS 其實還蠻強的 好 那這邊呢就是 嘗試巨撞 笑死 好 那這邊再開一下SS 喔 瘋狂開SS 哇 只是我這個位置不知道怎麼上去 我看一下怎麼上去喔 欸 還是我下去 我看能不能上去看看 欸欸欸 啊 被關進去了 這樣的話就尷尬了 等於等於 欸 我那隻上面那隻好像可以逃下來 我不能把他推開喔 因為我推開 有機會讓他 直接進磚塊裡面 我現在是 我現在上面那隻3P 是可以下來的 因為如果把他推上去的話 他就真的上 他就下不來了 就麻煩地方 嗯 這邊的話 OK 好 那我們這邊就開孤洛奇果王表他好了 好 開小黑 欸 殘血了 好 那麼以上就是這隻薩麻的 超砲擊艦隊測試影片喔 對 那果實部分呢 我的建議就是至少都要上一隻熱油 那剩下就是加級可能配一配 那你可以吃個雙燒 雙燒 雙燒就是 醬燒 冰燒 反正熱油是一定要吃的 那祝各位蝶薩麻蝶的愉快喔 對 就可以早日獲得這隻還不錯的韻腳 好 那麼以上就是這隻公視影片喔 謝謝大家 掰掰